再过几天,南岚世界杯就要开打了 这次中国南岚也是带着使命出征 很多球迷也是期待他们能够最终赠回一个奥运会的名额 这次南岚跟以往相比 最大的不同就是李凯尔这么一位规划球迷的加入 对于李凯尔,很多球迷都是非常喜欢 这点即便说之前在长这会儿 人家不是作为中国球迷的省份 仅仅作为一个在海外NBA联赛效力的一个运暖 球迷对他都很喜欢 首先就是汉太可惧的外表 所以球迷亲切称呼他为大锤 毕竟看起来也确实跟个大头娃娃差不多 另外就是他的打扰风格 特别强调时间节奏感 慢三步的上篮也是独具风格 所以球迷感觉他如同是掌控场上时间流速的领主一般 称其为时间领主 现在李凯尔作为中国队的一员 更是球迷对他喜欢程度再度加了三五分 你看我之前一直玩的一个篮球游戏 全明星接球派对 这次开始攻撤了 据说也是要跟李凯尔和韩旭有官方合作 不知道公车当天能不能直接上线李凯尔 我现在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因为毕竟李凯尔这么好玩 这么好的性格 而且他在场上基础风格又如此独特 我也想看看李凯尔在游戏当中到底有多强 当然游戏当中强不强这事再隔一边 说回到中国男篮 男篮有了李凯尔之后 首先信心方面就得到了巨幅度提高 因为其实我们都清楚 在篮球场上 你靠意志力 靠自己的精神拼搏 当然能够做出很多改变 但有时候你的阵容实力 到底什么规模 这一点也是根本 李凯尔毕竟是现役的NBA球员 而且他又是一支NBA中游球队阵容当中的首发阻力 所以有这么一个现役NBA球手在阵容当中的话 你这个争战世界比赛 你就会信心被证 你要是没有这种现役球员 毕竟之前那会儿李凯尔没来 周琪呢 距离他上次在NBA打球已经是在四年之前了 所以你就感觉跟一些欧美一些顶级强队跟他们脚量 就认为好像说打不过对方 就没有取胜的信念 就认为就是少输的话就相当于是赢了 那你这种心态争战 那这种肯定是四倍功半的 这次有了李凯尔呢 你看我们无论是面对新西兰呢 那样一种强大的底气与自信 在场上呢压着对方 即便说面对传统技能好强 能够跟这个西班牙啊 美国队之类白一白手腕的四尔维亚呢 跟他们脑 甚至比赛当中很多时候 我们也能够将分潮控制在各位数 这就是中国队实现的这样一种蜕变提升 再有就是李凯尔他本身的技术特点 他进攻段这块善于掌控节奏 毕竟号称时间领主嘛 中国队你回忆过啊 无论是当时08年面对这个西班牙 我们当时打了加斯赛 最终遗憾输球 还说面对其他球队 面对什么波兰的之类的 我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呢 就是因为相对来说比较慌乱 缺乏一个在场上的定海神阵 打法这块容易急躁 导致最终功互一亏 而李凯尔呢 他进攻段这块 他稳扎稳倒 心如平糊 所以在场上呢 往往能够把控制局面 所以你要是遇到关键时刻的话 掉链子的可能性呢 现在是大大降低了 所以很多好机会摆在眼前 那好 我相信这次中国队 是能够抓住的 再有就是李凯尔 他防守端确实是身先士主 以身作者 他每场比赛啊 几乎都有盖帽 同时呢 还有大量的抢断放伤 那如果说一个规划球员 一个现役NBA的球队首发主力 他都能在防守端 其立心为以身作者的话 那其他那些中国队球员 那有什么资格 这个不防守端卖力呢 人家牌比你大 腕比你想 人家防守端都这么使劲 所以李凯尔这种防守端表率 就使得男篮 你看现在整治球队 呈现出来的防守意志 确实是如狼似虎 这种拼搏态度呢 就使得男篮 他在这届大赛当中啊 拥有无限可能 尤其这届分组 其实我们身处这个环境 也并不是那么险恶呀 比如说面对男手短 波多里克 这个完全是有机会能够取胜的 所以今天男篮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再有呢 就是关于李凯尔啊 他这个打法 其实我也挺期待看看李凯尔 在全民情继续派对当中 这个游戏里啊 他的技能是怎么安排的 之前我都给大家展示了 在全民情继续派对里 比如说库里啊 他的酷有引力 是能够提升三分球的命中率 展现库里在场上 这样一种无与伦比的远色球技 再包括勒布朗詹姆斯 他的王者侧头 就是连续跨下指后 进行这个横移的投篮 这一场呢 在现实的NBA实战当中 詹姆斯也是多次用处 最终完成了生死绝少 还有再告诉约奇 星河总决赛 MV这么一位内线巨兽 他的一些招牌技 五花肉被倒 在篮下各种花哨的运碰 背转身的各种虚广 然后在地位命中 这些技能是非常好用的 而李凯尔呢 他我不知道 一旦在游戏当中 上下这么一个人物角色的话 给他专属的球形技能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到胆想象 很有可能就是跟时间相关 有可能这个技能 就命名为时间静止 那要是时间静止的话 就相当bug了 因为其他那些技能 你放出来之后 你作为防守权 你都是能防的 能进行一定的感育的 但是这个李凯尔 要是时间静止的呢 对方你都是没法防 只能站在当场 或者说你的速率变慢了 人家李凯尔的速率变慢 变快了 那就增加了防守端 这样一种成功防守的极大难度 定义为时间静止 那李凯尔就是为所欲为 看看到时候打得有多大的 对于在游戏当中 使用李凯尔啊 我还是非常有兴趣的 另外呢 再跟大家公告一下 23号晚上9点 我会在直播站当中 玩全民兴救球派队 届时的呢 还会有两个队友 一个是张悦 再有一个就是风哥 王文天涯 周立峰 我们三人会组队对抗其他那些 相对更专业的一些游戏玩家 虽然说对方实力很强 但是我感觉还是有必胜信念的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除了《北深淡达》以外 其他一些游戏当中的技巧啊 也运用的愈发显熟了 届时一一展示 我相信会无往而不利的 最后呢 在祝愿中国南岚呢 他们能够在即将开始 南岚世界杯当中表现出色 毕竟李凯尔加盟之后 确实这支组队出现了很多变化 而且都是相当积极的 希望南岚呢 能够最终碰而出 杀出小祖山 李凯尔加盟之后 中有点 澀 Monitor Uni manage 娅